苦极灭道之真谛 非心非物亦非佛 如果你没有用自己的真心 去看待人间一切的物质 你就不是佛 师父跟你们讲这些 就是要告诉你们 如果你想成佛 你如果不用心去学 你没有看穿这个世界上 一切物质的本质 都是不长久的 不圆满的 那你就不是学佛人 学佛人是什么 就是能够看穿 你们有一天会老会死 用的东西会坏掉会没有 这一切极心极佛 这个极心极佛就是说 学佛人用心学佛 用心看穿人间一切 你就是佛 所以师父要你们 一定要把平时 人间的一切抛开 真正用心地去学佛 有些听众和弟子 也是非常用心地 跟着师父在学佛 但是没有办法学得很深 有些人真的是在自学 在最近的节目中 他们问了师父很多道理 有人问师父 师父 什么叫苦极灭道 师父过去讲过的 怕他们找不到 师父今天 再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解释 大家在心经里都会念道 无苦极灭道 简单地讲 佛法的基本教义就是 四圣地 苦 极灭道 苦就是说 我们人间以苦为根本 就是佛说的 人生八苦 极是什么呢 就是苦极 就是有苦生气的因缘 灭是灭苦 道就是灭苦的方法 寻找一条灭苦的方法 佛菩萨为了调伏众生 离苦得乐的心 经常劝大家 要离烦恼 修智慧 菩萨自己也在修智慧 佛菩萨说 修智慧的人 一定要学一切 世间知识 就是说 学佛人 如果连世间的事情 都不能解决 都还想不通 你不能知道 一切世间道理和知识 你不明白 你就是无名 你就会出事 师父刚刚讲了 四圣地 苦极灭道 四圣地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神圣的 绝对的真理 有四个 第一个叫 苦圣地 第二个叫 集圣地 第三个叫 灭圣地 第四个叫 道圣地 道 就是师父刚才说的 种种修心的方法 这些师父过去 都跟徒弟讲过的 现在 来了很多新弟子 还有旁听的 你们不一定懂 刚刚师父 跟大家把 苦极灭道 讲了一个大概 下面 再用白话 给大家解释一下 你们以后 念新经的时候 就可以懂得 无苦极灭道的意思了 苦 就是我们在人间 所受的 一个个的苦难 我们受到的 很多难 加起来 就是一个苦 极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为什么会受苦 他所生起的因缘 以及为什么 会有这个因缘 因为这个世间的因缘 人就有了这个苦的感觉 这两句话 师父不知道 你们是否听得懂 古时候 一个字 一句话 就代表很多的道理 古人写信 几个字就解决了 苦极灭道 这四个字 放一起就是说 苦了之后 知道有苦果了 极 是你所生起的因缘 就是说 你这个苦 是怎么来的 灭 就是要灭度 这个苦的果 要把这个苦灭掉 就是要消掉 自己的苦因 最后一个道字 实际上 就是一个灭苦的方法 就是你到底 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灭苦 你用什么方法 来离苦得乐 你是用涅槃 来寻找出世间的因呢 还是怎么样 那就是 修学佛法 有些人 为了解脱人间的苦恼 觉得自己要放下 一生好好修行 修到最后涅槃 就是到天上去了 自己在人间 什么都想通了 在人间一切都不求了 涅槃实际上 就是自修 修到最后 自己完全开悟了 正德 无上正等正觉 那么你就涅槃了 学佛人要懂得 修出世间的果 你想灭掉人间 任何的苦果 难果 你必须要出世间 来灭它 也就是说 你在人间 你是永远想不通的 你必须修到境界 脱离了人道 达到菩萨的境界 因为只有菩萨 能够看到将来 未来 才能脱离 人间的苦难 所以 你要灭度这个 人间的苦难 你就要修学 世出世间的果 师父讲得深了一点 举个简单例子 大学生 做中学生的功课 你就会觉得 很简单 没有什么好烦的 一个小学生 功课做不出来了 妈妈 怎么办呢 中学生跑过去一看 这很简单啊 那么 我们今天在人间的烦恼 我们解决不了 如果靠菩萨的智慧 就很容易解决 这样 就等于 可以灭度 人间的苦难 和烦恼 然后 你就能灭苦 得乐 他们一来 都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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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定的 都在家 都好 那种 都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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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我 都在家 他们 在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